地处仅近于三省交界,西景山人口稀少,海拔一千四百多米,全村东西长二十多公里,由十二个自然村庄组成,村里的西山小学,被称为悬崖峭壁上的绣针窝居小学。西山小学建于解放初期,现在学校共有两名学生,石雪涛女九岁二年级,石雪瑶女七岁学前班。 傅更虎,是目前在这里唯一的一名任教老师,一个老师和他的两个学生,赵洪心。学校坐落于海拔一千四百米的悬崖之上,一个老师和他的两个学生,赵洪心,在极其简陋情况下,傅老师还坚持每个礼拜,以带领他的两个学生升国旗,唱国歌,一个老师和他的两个学生,赵洪心,老师正在给他的两个学生上课。 因为不一个年级,傅老师不厌其烦,要对两个不同年级的孩子一个一个分刻讲解,一个老师和他的两个学生,赵洪心。 姐妹俩争先恐后,积极举手回答老师的问题,一个老师和他的两个学生,赵洪心。 期盼美好未来,学前班的石雪瑶,一个老师和他的两个学生,赵洪心。 悉心教育疑难问题,一个老师和他的两个学生,赵洪心。 即使生病也不耽误孩子的学业,带病辅导,一个老师和他的两个学生,赵洪心。 怕伤手为孩子悬先笔,一个老师和他的两个学生,赵洪心。 傅老师担心孩子再回家途中身临悬崖危险,一步步跟着送到平缓地带才肯放手。 一个老师和他的两个学生,赵洪心。 体育课,利用仅有的场地看护孩子们欢快地跳绳,一个老师和他的两个学生,赵洪心。 孩子在语物中玩皮的游戏,忘记艰苦的生活,一个老师和他的两个学生,赵洪心。 老师利用旧轮胎,给孩子们搭卸篮筐,圆他们的篮球梦。 一个老师和他的两个学生,赵洪心。 手工课让孩子们心持神网,心飞出了大山,一个老师和他的两个学生,赵洪心。 普世无华的孩子们在打扫自己的教室。 一个老师和他的两个学生,赵洪心。 山高路远难以阻挡读书的渴望,一个老师和他的两个学生,赵洪心。 孩子们在准备自己的午餐,熟练的动作非一般孩子所能。 一个老师和他的两个学生,赵洪心。 身在大山仍然胸怀梦想,努力实现自己的中国梦。 一个老师和他的两个学生,赵洪心门关过杯第24届河北省摄影艺术展览展览文献类。